中台湾还要看彰化 三位现场的候选人也都全力的冲刺跑行程 其中民进党的为民谷 有主席蔡英文 还有党内大佬林哲水 跟她一起在园林西湖扫街 而无党籍的黄文林 则是有各行各业的代表 说要跟她一起拼经纪 站上吉普车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脸上露出笑容 她说来彰化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 因为彰化让她越跑越有信心 车队穿过园林的大街小巷 看到蔡英文亲自来拜票 热情的民众不断地挥手表达支持 其实不只蔡英文 民进党的大佬林哲水 也特地来到西湖 帮魏民谷扫街拜票 林哲水说台湾的政治南北对立 彰化这一站是绿云跨过 佐水溪的重要关键 由主席和党内大佬来力挺 让魏民谷更有信心 五党籍的县长候选人黄文林 则请来各行各业代表 要一起拼经纪 大家把手上的选票投入票贵 象征全力支持黄文林 黄文林说将来如果她当选 会协调台化签场 把台化签场之后 能够设立这个活水创意园区 那这个部分就能够创造 一万个工作机会 黄文林主打经济牌 为民谷由党主席亲自下乡来助政 另外国民党籍的林昌敏 则安排一连串的私人拜会行程 选战倒数三位候选人 都全力以赴拼选战 女士新闻里昆喜 余寿生 张化报